来自沈西省的佛教协会代表团 日前特别参访了妙光禅寺 佛教协会代表团参访妙光禅寺 期望两岸佛教能互相学习 将佛陀精神发扬 平东县佛教会所属的各事院团体 助持代表 我们紧引了无比分析的心 来恭迎了我们沈西佛教协会会长 真请大致上我们一行会变的令 看到你们回来真的好高兴 虽然相得海峡两岸 但是却阻挡不了我们的道德 我们同是炎黄子孙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有相同的文化 我们有相同的宗教思想 我们是法如一脉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 无比的兴奋 陕西省佛教协会代表团有会长 真情法师带领参访妙光禅寺 屏东佛教会所属的寺院道场 勒劣欢迎 中国佛教会副理事长建英法师 更安排妙光禅寺原住民表演团 穿着各族的传统服装 表演各族的舞蹈 让大陆参访团了解台湾原住民的艺术与文化 将佛法与原住民艺术巧妙结合 展现民族文化密切的融合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节 屏东采访报道